香叶一心 耳朵感染条理 抗菌神奇 香叶 这位多才多艺的职务 除了在厨房中担任美味料理的主角外 更因其卓越的医学价值而赢得了人们的热爱 其中 香叶以其治疗耳朵感染的功效而备受青睐 成为耳朵健康的理想选择 首先 香叶的抗菌和抗发炎性质 使其在耳朵感染的治疗中显得极为有效 这种植物所含有的天然成分具有杀菌功效 有助于清除耳朵内的病原体 同时还能减轻感染带来的疼痛和不适 这种温和而有效的治疗方式 使得香叶成为了人们在面对耳朵问题时的首选 除了生理上的治疗外 香叶的香气也发挥了疗愈心灵的功效 这种方向能够渗透到身心深处 缓解晕眩感觉 同时激发身体内部的平衡机制 在香叶的香分中 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平和 这有助于缓解压力 使身心得以放松 香叶治疗耳朵感染 不仅仅是在解决生理问题 更是一种对心灵的抚慰 这种全方位的照护方式 使得香叶成为了一位身心健康的保养师 不再仅仅是厨房中的经典调味 香叶如今在健康领域中赢得了新的荣耀 成为人们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 在香叶的芬芳中 我们不仅找到了对生理的疗愈 更发现了对心灵的爱的呵护 方向疗法远远流长 古人的方向疗法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 和对花草植物的深刻认识 同时也反映了对身心灵平衡的追求 古代智者以调和阴阳 调理精气 纠正脏腑偏差为主要手段 方向疗法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感谢先人神农圣医的恩德 他的发现让我们得以认识到 百草的奇妙之处 香叶为我们敞开通往健康之门 给大家带来了身心的净化和滋养 然而 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香叶不仅仅是单一食疗的良方 上天赋予给人类更多的疗愈身心的天然力量 以及各种症状预防的潜在性 大家可以查看本频道中的播放列表栏目 Playlists 或者点开以下文字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在这个节奏快速的时代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往往对身心造成伤害 古人认为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强调饮食对预养生的重要性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可以更有效地滋补身体 古人更注重培养心灵和精神层面的修养 通过冥想 静坐 养身等方法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养生效果 用最佳的心态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 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 乐观的心态有助于良好的气血运行 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石 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